沙摩尔记上第十七章第四节 从菲利士刑中出了一个土战的人 名叫哥利亚 是加特人 身高六爪令一虎口 在圣经里面最出名的一场战争 不是由两个军队去打出来的 在圣经里面最出名的一场战争的胜败 是由两个人单打独斗去决定出来的 而事实上我们将要去跟大家研究 关于大卫的第一场可以说他的战役 他的战事 这个战役事实上去使得以色列人 可以说在这场战役当中大大得胜 都是因为大卫去打败了哥利亚 但是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 为什么全本的旧约当中最出名 最为人称道 由一个小孩子 至到一个信律主 几十年的人都好 你一说到关于大卫打哥利亚 个个都记得 个个都知道的一个故事 为什么神要让一个这么特别 这么戏剧性的事件给我们知道呢 我们要记住 这个可以说是当时是史无前例的 是首创来的 而在这个首创当中 我们看到大卫可以说前无来者底下 以一个小孩子的身份 一个牧羊人的身份 去打败哥利亚 神要我们从这个事件当中 去学习一个很重要的功课 就是一个王者 如何去得胜 而这个故事就是发生在 以拉谷这个地方 我们上次看看 撒母尔记上第十七章第二节 苏罗和以色人也聚集在以拉谷安营 摆列队伍 要与菲利士人打仗 以拉谷是一个非常宽富的谷地 其实可以有两个军队在两边摆营 而中间是有一条河流经过的 以色亚上大卫在这条河流当中 撿起他的石子去打败哥利亚 在这段经文我们看见 苏罗是其实已经预备好 与菲利士人增展的了 即是说什么呢 即是苏罗不是带着一群军队 出来牧羊的哦 你要记住那心情了 大卫其实就在十几里之外 去牧羹羊 大卫本身是送饭给他哥哥的张要 但是这里这群的以色列人 本来是预备打仗 你明不明白 其实他们两班的身份 两班的预备 是多么大不同 这帮竟然预备 和菲利士人争战的人 竟然连苏罗和以色列众人 都不敢在这个麻陣的 菲利士人面前争战 因为撒母意记上第十七章 第十一节就这么说 苏罗和以色列众人 听见菲利士人这些话 就经过极其害怕 但是大卫不是预备去争战 因为他太小 家人没有预备给他出去打仗 他那天只不过是送饭给他哥哥 但是竟然赢这场仗的 却是大胃 究竟这个故事里面 一个这么搞笑的故事里面 给到一个什么教训我们呢 在我们的信仰当中 个个都想成为王者 个个都想成为冠军人马 但问题就是 冠军人马是怎么思想的呢 他的信仰是用什么程式去理解他人生 以及用什么观点去看他自己人生 而导致这些冠军人马不是不遇见困难 反而困难成为他的食物 而困难使他们高升成为一个王者 这个就是我们应该从大胃这么原始 这么早的一场战争当中 我们要学习的一个很重要 属灵得性的功课 参考医基上第十七章第四节 从菲利士形中出来一个好战的人 名叫哥利亚是家的人 身高六爪 名一富后 你说话写一生面对 我有你的兴许 我每日年纪能发生华月 传续正悲恋 传心的教议 拥抱怀恋 传心的教议 坚决不舍去 神不勇发奏 是老头伴侣 给我 恩望神而生 结伴开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